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今天介紹Veka的助教 那這邊先一開始是先跟大家介紹如何下載Veka Veka的話請大家在Google搜尋 直接的打入 WEKA 然後 第一個連結就是Veka的官網 點選進去後呢 大家可以在Software這邊點選Download 那這邊可以知道說Veka它是以那個 Java寫的 寫成的一個Machine Naming的軟體 那這邊就請大家看那個 自己的機器的工作環境 那我這邊使用的是64位元 Java安裝的是Java VM108版本 然後在這邊按CRETE HERE 就可以跳到這個界面 然後等它秒數跑完之後就可以按Download Download 下來的軟體 再請大家 在 在於系統關於人身份執行 首先就安裝很簡單 就按下一步 Next Next 就可以結束 然後完成安裝後 這邊請到應用程式 搜尋 Vica 然後這裡裝置3.83版本 那我們這邊就點選Vica 之後它就會跳到這個頁面 那這是Vica 軟體的首頁 那大家 主要使用的會是 Explorer這個部分 那在使用之前 先跟大家介紹今天上課使用的 資料集 我們使用的是 就是頭部外上資料庫的資料集 那這個文字當中是原始資料檔 那老師已經幫我們轉移 那個Vica 所使用的資料集 它的副檔名為是.ar.aff 那在使用資料集 之前我們先看它的 coding book 遺碼庫的部分 那coding book 這邊可以看到 頭部外上資料庫這邊有相當多的變數 那這邊紀錄的包含多部外上患者的性別等基本資料 還有它的受傷的原因 以及它的治療的經過 然後做個檢查 然後像它的婚姻指數 那以及它的傷後的狀況 最後我們想要看到它就是那個最終的結果 那這邊 那個 我們大概瀏覽一下之後 可以開始進行我們的資料分析 那進入restore的部分 我們這邊要點選資料集 請按open file open file呢 選擇我們的資料位置 存放在desktop的cbs 那這邊就是我們 投過外商資料櫃的資料集 直接按開啟 那開啟後 這邊可以看到 V1就是我們剛才看codingbook 是指說 患者的性別 V1代表男性 V2代表女性 V2代表男性 V2代表男性 V2代表女性 V2代表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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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直到118這個變數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要去 檢視說那個最終的結果 那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資料讀取進來都是明目的變數 都是那個數字型的變數 我們要如何把它轉成明目的那個類別變數呢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filter的部分 Choose Dention Filter 然後 Unsupervised Attribute 這裡有個選項是Numeric ToNow 這裡可以幫助我們 將數字型的變數轉成那個 類別變數 這裡 看是要全選 還是 一個一個挑選都OK 然後再按Apple 它就會開始做轉換 轉換完成後大家可以看到 1萬性別的部分 會呈現說那個男性有6萬多比 女性有3萬多比 那其他的0、3、4、5、6 這些可能都是KeyIn、初五 之類的 那我們這邊要在 做資料分析前 我們必須先把我們的 目標變數給設定好 那如果設定目標變數呢 我們可以去找這個Edit 可以看到我們整個資料值的概況 然後 邊選到 V118 這個變數 然後在這個 對色區域按右鍵 然後 把我們這個變數視為目標變數 完成之後OK OK 之後我們可以看 那個所有的變數跟 V118 兩兩變數的關鍵性 可以用Visualize的方式去 檢視 那這裡 可以看到說 12的變數 它呈現的那個視覺化的配框 然後 這是剛才說的兩兩變數 跟那個目標變數的 分佈情形 那 如果要將圖放大一點 可以在這邊 Clarsize outdate 它就會呈現那個大一點的圖形 或者是你要散佈圖的那個點 那個點的大小 大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Pullinsize 然後看 那個變數 跟 我們的目標變數 關鍵性 那一個一個找的是比較麻煩的 那我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 搜尋變數的方式 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使用那個 Session變數 然後 找一些 適合的方式 然後這邊有 對應的 那個 搜尋變數的方法 那我們使用全部資料集 按Start 那這裡會 自動找出說 跟我們 變數 跟我們那個 結果變數 目標變數 最相關的 情景 這裡可以看到 D3440384233 是我們那個主要 跟目標變數 較為相關的 變數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 那個 那個 D333是指的是我們主加護病房的偏數 然後34是主不同病房的偏數 那3840412呢 是 那38的話是那個分離指數 跟那個 B404Total值 那 V42的話是上市之一的時間 那如果我們決定要 採用這 五個變數 作為預測變數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裡 進行 點選 我可以看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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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rse之后,这些变数我们都不需要按Remove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开始爬我们的决策数 那决策数的部分 可以使用我们最常一键的 J48的方式 J48的分率数的方法去 跑我们的决策数分析,然后 我们使用 整个资料级的66%去念资料级去做 分析,然后按Start 跑完之后,会告诉我们整个预测的正确性 有77% 然后以及它的confusion matrix 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去找决策数的图形 那这里可以看到 大概的样式 那决策数的分析 主要是这样的操作 那其他极区分析或者是关联规则的部分 那也请大家研究看看 那今天介绍到此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再请提出讨论 好,谢谢大家